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有百年历史的巴黎航空展 它一直是航太产业的一个圣殿 如果你今天可以进到里面的产业站 就代表你已经被认可了 而且你是在航空太空这个领域里面 是真的中间的翘楚 过去台湾一直不得其分而入 过去台湾的航太产业一直只能在边陲 只能在周边游走 但今年我们看到 这个是巴黎航空展 整个展场里面所有的分配 台湾中间这个位置 竟然就是台湾馆 现在竟然我们不但进去了 我们的厂商不但进去 我们不是单打独斗 我们竟然在中间有一个台湾馆 而且今天进到台湾馆的这些台湾厂商 我们看到全部股价 今天都是一飞从天 我们看到汉乡一开始还是全部的熟市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台湾有军工股 台湾的航太产业正在发展当中 大家还想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真的有这样的可能吗 如果今天台湾都可以进到了巴黎航空站 我们在巴黎航空站都专门有一个台湾馆 专门让台湾的产业 台湾的公司集合在一起的地方 难道今天台湾的航空业已经飞舞下阿蒙 难道在整个世界变化的过程里面 在中美对抗的架构下 现在台湾真的可以得到认可 真的可以有一片自己的天空吗 好 在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的罗伊德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瑞德你好 大家好 好 所以巴黎航空站 真的是航太产业的圣殿吗 没错 它有百年的历史 有这么重要吗 过去台湾 虽然就算进去 等于讲也是单打独斗 今年不但进去了 竟然有一个台湾馆 没错 上巴黎航空展是从1909年就开始 那当时的时候包括说全世界最重要的 波音或是空巴 他们都会把这个巴黎航空展 视为是一个年度接单的最大的机会 他们就在这个地方 而且很多国家都会把军机摆到这个地方 军机 对 幻象2000第一次登场就在这个地方 包括阿帕器 直升机 很多武器 第一次亮相都在巴黎航空展 让大家觉得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什么 航空展的 或者说航空产业的一个胜地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它太重要了 所以很多的处女秀都在这里 好 那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来说 台湾有没有参加过这个巴黎航空展 有 非常欣欣落落 因为台湾在航空产业里面 始终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但是今年呢 台湾组了一个台湾馆 我们要大大 在做浩浩荡荡的进军到巴黎的航空展 那因为这次是由汉翔领军 然后带了非常多台湾的航太工业一起去 保险今天早上的台湾的股票市场里面 汉翔没多久之后就亮灯涨金 然后带动了所有的航空股 包括说保一啦 义琪啦 义捷啦 义捷啦 雷虎这些 潘龙航太 成田 千富金兵 全部都不是大涨 就是亮灯涨停 所以告诉你什么 这一次的巴黎航空展里面 绝对台湾有机会在这里面来 接到订单 或是让我们台湾的航空产业 让全世界看得更清楚 我们的航太产业 我们见到的巴黎航空展 不是一家两家 有这么多家 对 没错 那事实上这一次来说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整个这个巴黎航空展的 这个整个展图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展图里面 中间有一块这个C136 这个116这个部分 就是由我们台湾 所包下的这个台湾航空展的台湾馆 那这一次全球一共有 在2506家左右的厂商来这个地方 那台湾这次去的谁 完容机械 然后包括汉翔啦 这个长龙航太啦 还有敏军啦 还有包括说我们的航太工业的 在这个地方全部他们都到这个地方来 这一次准备要在这个地方来 让大家看看我们台湾 这个整个航太产业的研发实力 可是以前我们都没有感觉到 我们的航太产业 以前讲在你一开始 你是台湾最早讲军工股的 底下的人讲台湾真的有军工股吗 是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包姐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汉翔 汉翔这几年来说的话 已经完全不一样 我们以前的时候 他曾经要这个IDF 后来做不下去的时候 人才大量流失 他最后还有一堆子在做什么 在做纸尿布 来再做一些阿里布达的东西 他还做什么 还做什么椅子 他只能做这些周边的东西 他以前还做过纸尿布 用这样做周边的东西 因为他有一些材料的东西 用做周边的东西 才能够完全的存活下来 可是现在 包姐现在完全不一样 你看他这一次展什么 因为现在 汉翔经过几年的 重新的盘整 重新的扩充实力之后 你看他这次展出军机 还有军民的复合材料 还有住建等九样产品 这些产品都不是一般的产品 为什么 包姐那住建这些东西都很难做 特别是为什么 因为汉翔最近不是前阵 接到好消息吗 他拿下G1的 LEAP的发动机的零组件 这个TFC 涡轮中心的支架的大单 包姐这是什么 其一第一次把这个订单 给欧美以外的厂商 所以等于是 因为有这一笔订单 那汉翔国 这笔订单签下去的时候 国际很多航空公司说 这是什么的一家公司 他们还没听过 他们居然能够拿到汉翔的这个 能够拿到G1的订单 为什么 因为G1 LEAP的这个发动机 就是现在能够带动全世界 几乎所有的大型的飞行器 都是这一颗引擎 这颗引擎相当相当的厉害 我们能够打 拿到中间的这个 这个涡轮中心支架 这不是简单的 这是非常高端机 你知道飞机的引擎 一旦出问题的时候 是整个飞机都会完蛋 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 那为什么汉翔能够接到 因为我们汉翔一开始 就是跟这个庞巴迪互相的合作 那庞巴迪后来因为辗转 辗转之后 它被G1收购 就是G1收购 所以我们早年就有相关的这个技术 只是订单一直没有来 那为什么G1现在 不愿意把这个订单放给台湾 因为它现在 我跟大家讲 任何一个所谓的飞行器产业 你知道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观念 车用产业 你要大概要5年的认证期 你知道这个飞机产业 至少要有10年的认证期 所以这个10年的认证期一过之后 你就知道整个完全 人家就相信你的 相信你的订单就拿给你 所以如果后起之秀 它就算要进入这个市场 它要花10年的功夫 而台湾已经熬过这10年了 对 没错 事实上有一家公司 譬如说在这家公司 交到敏军公司 大家可能对这家公司不是很了解 对我跟大家讲 像之前我们有人曾经去看过这家公司 它是做这个零组件 航空零组件 他们的负责人说什么 他说我们要做第一 要做这个航空产业的话 第一件事是说什么 人家要认证你的时候 请你把过去你10年生产过的所有的东西 你都要给我溯源清楚 10年 10年 过去10年 我要开始认证你 过去10年 所以他等于是这样 好 我今天这一根螺丝 好 我5年前做了 我要找出来5年前 然后我是怎么做 然后我的所有的供应链 什么东西 然后我怎么做出来的 所有的蓝图 什么你就要找出来 他才能够认证你这一颗螺丝 而且他要给你过去10年的资料 你就要给他看 看过一遍 好 你的工序 哪里不符合 我们重新再调整 或者你这10年 有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你这10年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瑕疵 我都要找出来 那你的过程来说 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要调整 调整之后请你再做10年 10年之后OK认证 或者说可能几点的话 是7年到8年 你再做了这样的过程 OK你完全符合 这样才能够接单 所以那每一家厂商 为什么你现在才会发现 台湾的订单 好像突然爆发 不是突然爆发 是因为台湾厂商 已经经过很多年的研发 很多年的这个考验之后 终于到现在为止 开始慢慢的开花结果的一个状况 而且这一次我们要讲 我们不是有很多厂商 不是有个台湾馆 我们进到了巴黎航空站 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单位 不是只有一种零件 你先讲台湾就是螺丝 我们的螺丝可以上太空 可以做牙齿 现在没有了 现在台湾这次到了巴黎航空站 我们是可以做机体的 我们是可以做维修的 我们是可以做发动机的 对 没错 我们事实上这次的台湾馆里面来说 除了我们刚才讲到 有在台湾馆里面 有设这个在台湾馆里面集中的 事实上包括成田 助龙等等 他们也有人到那个地方 就是他们不是在馆里面 他们可能就成立一个 这个摊位在这个地方 也要接单 那事实上为什么我们说 台湾目前为止越来越重要 主要是台湾能够做的东西越来越多 台湾过去比较能够做的是 在这个机体这个部分 机体来说因为包括说机身的结构 整个这个结构 包括说商务商的这个机舱 尾段头段 还有坐舱的这个状况 这些台湾都能够做 甚至起落架这些部分 这部分因为这个部分 比较牵扯到这个所谓钢铁这个部分 我们台湾能够做这个 这个过去台湾最厉害 但是现在重点是什么 台湾现在能够跨入两个 未来都很大的领域 一个叫做发动机 你为什么发动机这个东西 保险你知道吗 发动机这个东西 我们曾经说过 艾斯摩尔的这个EUV机子外光机 是所谓的工业上面的 最最亮的那一颗钻石 对不对 就是最难做的 但是我刚才讲第二难做的 大概就是这个发动机 尤其是带动波音 就是空发系列这个发动机 都非常非常困难 你要挤进去这里面 都是非常难的 可是目前为止 台湾包括说 汉翔 长龙航泰 长亨 成田 宝衣 千富等等 都已经慢慢的 已经挤到这里面去了 当然做了非常多 包括说什么 基建的这个断压啦 燃烧式啦 机甲啦 叶片啦 扩散器啦 环状件啊 扣件还有管件等等 慢慢开始做 台湾没办法做整机 但是台湾在里面 很多关键零组件 都已经开始 站立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因为 前几年的时候 包括说像这个 之前的这个长龙航泰 就有在维修所谓的 我们一般的民航机 但是现在汉翔 还有亚航 现在开始要做什么 开始要做所谓战斗机 特别是汉翔 未来的我们F-16的V 在改装 从汉翔改装之后 未来F-16全世界的 可能在这个维修的过程里面 都要飞到台湾来这个汉翔的工厂里面 做维修 所以我曾经说嘛 我们之前有研究的人去拜访汉翔的时候 汉翔里面来说都是 有美国的FBA 他们在这里面 他们在认证啊 你这里面是F-16的东西 怎么能有可能洩漏出去 所以那事实上这些都是要经过 长时间的合作 长时间的这个信任关系 才能够把这个订单丢给你 你说在汉翔有很多的区域 不同的区域里面 有不同的安全调查 当然 你没有这个区的许可证 对 你是不能进去的 对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这次台湾的航空展里面来说话 不是只有这个 国际的大厂 波音 空巴 旁巴底 旗艺 这个普惠 还有这个史奈克等等 很多厂商 他们也都会来到台湾的馆 里面看一看 就是说未来可能有机会 下单给你一个状况 所以那事实上 现在台湾真正能够做的东西 是越来越多的 而且你讲说 航带有千亿的产业 当然 宝洁 我跟你讲 事实上在最近一段时间 刚好 那这几天为什么航太会那么好 那这个 前一阵子来说 长龙航空 还有划很多大厂 因为什么 全世界天下开始搭飞飞机 开始回去之后 那前几天 就在前几天的时候 全世界两大 这个航空公司 一个叫空巴 一个叫波音 他们不约而统的 调高了今年的出货 而且调高了未来20年的出货 他重新波音说什么 波音说我原本的出货 大概是4万1千架 我未来20年 要出到4万2千架 调高1千架 这个空巴也是一样 所以表示这个量非常大 市场很大 市场很大的时候 那他怎么办 他短期吃不下 吃不下怎样 他就刚好来台湾试单 你刚好通过 我们的认证之后 我就开始给你做 所以事实上在整个过程里面 你可以看到 我刚才讲到机体 然后包括说像 我们刚才讲到发动机 维修这三块 但是其实台湾还能做什么 航电 航电 对 航电这块 台湾还能做啊 我们的电路本来就非常厉害啊 因为包括内装 内装里面来说的话 包括说像这个所谓 飞机的这个扣件啊 还有椅子这些东西 我们都能够做 所以他事实上 现在台湾能够做的 真的是越来越多的一个清醒 包括你看成田 成田原本是做什么 他做什么食品包装 还有清洗设备啊 食品包装变航太 后来因为 你看他要往高阶发展 所以开始跨入 所谓的航太领域 就跨入航太领域的时候 保洁你知道 这个董事长说 早知道我就不要跨入航太领域 他曾经有十几年 都没有赚到钱啊 结果还好不容易 终于跨进去了 跨进去的时候 他就用在所谓的 引擎 涡轮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来说的话 都是已经开始 慢慢为他使用 那包括千副 千副也是一样 他以前是做鞋子啊 现在也是跨入 所谓航太产业 虽然台湾这些航太产业 都不是突然之间 突然发扬光大 是他们都经过了 漫长的认证 还有漫长的引发过程 而且你想说台湾有一个 就是台湾有完整的产业链 台湾如果说 让台湾生产的话 你可以用最低的价钱 用最快的速度来生产 对 没错 像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 你看这个欧洲来说 为什么要自占给台湾 现在欧洲包括说航太 包括飞弹 所有东西都完全缺货 你知道德国政府 准备要拨一千亿的欧元 要把这个所谓 用于国防的重建计划 那从来讲很多东西 结果没想到 他们都说了呢 你看到很多人 在谈飞弹生产力 但是飞弹现在完全制造商 完全跟不上 这是欧洲的这个状况 欧洲是完全跟不上 但是我们看台湾 台湾之前我们不是要开始 研发所谓的我们的飞弹吗 我们台湾快速的 把我们的飞弹量产 原本我们能够量产的 这个有500枚 去年已经超过了800枚 今年要再来到1000枚 所以我们的生产的能力 是可以快速的拉升 只是说我们现在这种飞弹 可能没办法销到海外 因为为什么 美国可能不会让你卖 而且现在很多国际厂商 有待资讯 但是卖不出去 但是从这些例子里 告诉你什么 台湾的生产力 或许是可以帮助 国外的航太产业 还有国防产业都能够 更快速的量产 好 所以Kevin 今天能够进到巴黎航空产 真的这么不容易吗 今天台湾甚至用一个 台湾馆的名义 让台湾的产业 可以聚集在一起 这是台湾很难得 首次的成就 而是为什么有这个成就 是我们真的熬过了10年 10年寒窗 10年的苦功夫 10年的 等于说我开始 开花结果了吗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航太上面的认证 它是需要耗时间的 就像我刚才上一段 我讲过一个四星科 它是属于一个太空 那个是很严格的环境 你没有很特殊的 长久的一个经验 你没有办法迁进这个领域 那台湾其实还 这是为什么 最近巴黎航空产 为什么我们能够大放光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政策的导向 我讲一个事情 台湾有没有能力 坐无人机 有 可是台湾以前坐无人机 是国防部在做主导 那一年大概 一千多台的规模 就是那个坐无人机 那个也没有经济规模 这开模什么东西 爱做不做 结果去年顾力雄 跳过国防部 他在召开这个无人机的 这个所谓的会计 来了一千多家厂商 他决定大量的开始 为什么受了 我们受了乌俄战争的 这个所谓的影响 然后再加上 当然也跟美国的 这个态度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一个军工 有了一个出海口 台湾你想想看 我们是ITC大国 怎么会没有这个能力呢 我再举一个例子 今天刚刚世东讲了 很多这些参产厂商 今天有个参产厂商 我们就先讲雷虎好了 雷虎到现在低级还在亏损 股价来到80几块 为什么 大家就是在预期说 哇 他在我们这个无人机产业 在加一那个无人机团 雷虎就是那个加一那个NICE 他的第二代 NICE集团在这配出来的嘛 那所以说呢 大家想说 哇 将来他是这块的受惠者 那雷虎 他这个无人机 他搭载的一个 有一个镜头非常有趣 今天也是涨停满 这个叫做义奇 这家公司呢 其实说 他以前是在做什么的 他以前是在跟美国的 这个军工商 这个商人 他是做警用 警用的生命探测仪 跟红坏线有关系 那他说实影响 这个东西其实坦白讲 他本来就具有 这个军用的一个能力 搭载无人机 只是以前他都 限用在这个警用上面 现在就是政策上面的 一个开放美国的首肯 所以说其实 为台湾的这些厂商 几乎打开了一扇大门 所以我们自己可以做结合 也讲 我们现在有一个 做无人机的是雷虎 雷虎上面的这个镜头 就是这个一起 这个一起本来之前 是跟美国警方的合作 两个倒在一起 对 他本来做生命探测仪 你说生命探测仪 救难这个东西 没有牵涉到什么所谓的一个 这个什么所谓军事机密 现在无人机 我们已经首肯可以来 往外来做一个 我们甚至于无人机 现在有计划 也希望能够外销 所以说 他本来在既有基础之上 他只不过是帮他打了一个紧箍咒 他不是没有能力 那个紧箍咒打开之后 虽然说他低计也没什么获利 可是也是一样 就是很大的一个预期的心理情况 他也是很好的表现 也就是他本来就这个能力 只是缺那个市场 那其实台湾在军工上面 不只是天上飞的 其实在我们说无人潜舰 我们台湾其实也一直激励 我们没有办法发展一个大型潜舰 我们受制 可是我们的无人潜舰 还有我们像以后的新的一个潜舰 其实在很多面向来讲的话 我们有开发更多的路 以前我们大概就是买 一定是跟美国 我们飞机一定是换向等等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海军 其实有往这个所谓的美系以外来扩张 比如说我们海军里面 有很多跟英国都有搭上线 比如说我们海军搭上线 比如说我们现在跟英国关系 比以前来得密切了 对 其实我们龙德造船 可以做所谓的一个小潜舰 也可以做无人潜舰 可是有一些东西 就是所谓的一个 我们说所谓的一个 这个红色区域 那个地方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可能也是受制于美国 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碰 比如说像那什么鱼雷发射管 像这个所谓电子潜望剂 可是这一些英国 我们有来自于英国的管道 也帮助我们这个所谓的一个 国造潜舰 能够快速的一个进化 那另外像我们拉法业舰 康定号 我们的升级专案 那个雷达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英国 除此之外 对 其实拉法业现在要做提升 做提升里面的雷达是英国的 对 所以说大家都 我们一感觉 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发展面向 多方的接触 甚至于我们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全世界现在都在竞争的 所谓的低轨卫星 低轨卫星大家都知道 低轨卫星全世界最大的是什么 就是马斯克 但是全世界第二大 欧洲第一大是谁 是英国的one wave 那one wave每次来台湾 他都一定会来找 台湾的一家厂商 那就是加士达旗下的 3380的明太 为什么 明太是等于说 几乎是 等于说我们说 因为美国不放心 这个所谓的一个华为 那我们台湾有 网通的厂商 也就是我们的地面的 一个接收 跟这个低轨卫星 我们没有办法做出 什么把卫星打上去 我们也没有办法 做出这种卫星服务 可是像这个one wave 像我们的唐碰 就已经说过了 one wave可能在台湾 将来可能很快就有所谓的服务 那这里面的一个协力的供应厂商 英国的低轨卫星会在台湾下链 可能在年底就有很多 它可能就是很多 就会展开来这个服务 可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协力厂商 其实都是来自于台湾 比如说像地面的这个网通的通讯 甚至于呢 比如说那卫星上面 所用到的一些PCB 或者是所谓的一个 我们说这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些载版 其实这些 ICT的这个零嘱线 都是来自于我们 我再举个例子 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 大家最看好的一个 最凶猛的战机叫做F35 F35大家知道吗 其实它在里面的铜箔基板 F35里面用的铜箔基板 那个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 所谓的耐热的整个环境 是我们台湾的腾灰电子 很早以前就切入 这个F35的这个所谓铜箔基板 所以台湾有很多厂商 我们没有办法做出 整机的军工大国 是我们绝对是 关键零嘱线的强国 好 所以听会 这一次我们加入了 巴黎红跟链 真的非常特别 而且刚刚这个开评讲 我们现在跟英国的关系 居然接上线了 英国的低轨卫星 居然想要来台湾发展 而且现在我们台湾用的一些引擎 我们以前都是用起义的引擎 我们现在也想用 改用劳斯莱斯的了 劳斯莱斯以前曾经控告过华航 在WTO曾经想要控告华航 说为什么我们用波音的话 都是采限制标 应该他 劳斯莱斯也有能力 可以来帮我们维修这个引擎 但是因为当时 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原因 所以当时还是找波音 但很多过程来中 其实我觉得这个航太展 可以展现出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美国愿意让部 让台湾可以在国际社会 国际场合上面去进入到这种 竞争的场合 以前我们是美国不让我们去 现在是美国帮我们开绿灯 关键是在美国 因为汉翔来讲的话 拿了美国很多技术转移 那现在来讲的话 这些技术转移过来之后 愿意让台湾的厂商 能够在国际社会去 接受其他的厂商的委托 或者是其他的生意 其实美国要点头的 美国不点的话 是做不成的 所以今天关键就是说 因为我们已经选对战 选美国队 所以选到美国队之后 美国开始有些技术 技转到台湾来 那包含像其实今年的 而且它就代表说 我不但是技术转给你 你的技术转给你的话 你要有市场 它也容许台湾去开发市场了 我们基本上我们无人机 是做得出来 但是如果无人机要做到那种 优质的而且是高效能 而且长时间的这种 所谓的无人机呢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要走 所以这时候其实像今年的 台美的国防会议当中 也有提到 像经纬 像我们的相关的汉祥 还有这个中科院 都跟美国讲说 你还是要技转给我们 所以为什么要美国技转呢 其实说真的 最关键的还是在那边 我们以往通常来讲 做代工也好 或是做相关的领主界也好 这个远远不够的 如果说自己能够走出一条路来讲的话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国际场合 而且今年不是只有巴黎 巴黎这个航空展 接下来有日本航空展 还有美国航空展 接下来到台湾的航空展 全部应该都有台湾队 会参加这样的一个航空展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 拓展航太事业是好的事情 而且不是只有关在台湾座而已 我们是拓展到全世界 所以对今天来讲 这些股票来讲 看起来就是未来前景是不错的 所以大家对未来 采用正向的看待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刚刚一直强调 如果没有美国点头的情况之下 很多东西是做不成的 很多东西商业新闻是无法做的 瑞党 今天有一条新闻就在 我们不是花了大笔的钱 买了四架的MQ-9吗 MQ-9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空中征收的平台 情报收集平台 现在居然讲说 我们在情报 第一个交给美军使用 你说今天国防部否认 但是国防部否认一个 非常关键的理由在哪里 MQ-9现在非常确定 它现在是一个情报交换 也就是因为我们买了MQ-9之后 我们不是买了四架无人机 而是透过这个MQ-9 我们跟美军真的是有空中情报交换了 没想错 今天我们国防部报告空军否认说 我们花了一百多亿买了四架MQ-9B 然后到时候来了以后到2027年建军 那么来了以后就搞了半年 如果像外传这样子说 所有的这个相关的收集的东西 都要先给美军的话 那到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去买这样的东西吗 所以我们否认我们不是这个样子了 美国给我们的MQ-9B是相关的军事卫星的 空中链路我们可以使用 我们是保密的 所以优先给我们 可是国防部后面没有讲 没有讲什么 因为之前有一个说法是 为了让第一岛链大家更加的强大 第一时间能够更加的反应 所以我们包括雷达 所征收到的任何东西 包括台湾 日本 美国 可能还有韩国会加入 我们的情报会 共享会 分享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MQ-9B看到的东西 方圆1000公里以内35个小时滞空 看到的东西 当然第一优先是给我们 中华民国空军我们拿到 可是很可能情报 就马上分享出去 你知道那情报分享的速度多快 是以秒为单位的嘛 也就是我们先收到了 待会儿就出去了 就这样子嘛 那别人的无人机我看得到吗 那重点来了 情报共享 情报分享的意义就在 不是 你不能只看我的啊 你要给我相关的东西 不然我干嘛帮你弄 用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 新竹乐森雷达 台湾花了几百亿建构 这个普爪雷达嘛 那么一直有个说法是说 先看到的是美军 一直有这个说法嘛 那我们从头到尾 我们都没有否认 也没有承认 但是事实上摆在眼前的是 美军跟我们中华民国 同时都可以接收到 相关的这个雷达 所侦探到的军事机密 为什么 很简单 你先看到 还是我先看到 各位你要知道 那是一秒钟之内 整个超级电量 砍就过去了嘛 所以谁先看到并不重要 而是我们都做得到 那重点在这个地方 不是只有台湾买四架 日本也买 所以呢 美国 台湾 日本 事实上在太平洋 在这个台湾海峡的前后 我们大家连成一记都在空中 都在天上 那我们看的位置 不约而同 都是指向中国大陆嘛 这才是这个MQ-9B 那么它长期滞空的 这个大型的无人机 它存在了价值 而我们 我们也出四架 你知道吗 但是 我们不是说 我们就拍那 所以我们花钱 买了以后给美军就 不是这个意思的 是大家一起 看对面到底在搞什么 各位 非弹飞机 我们全部大家一起 共享这个情报 好 那另外一条新闻是 日本说 韩国他们讲 他要把F-15的引擎给卖出去 你说为什么 这个对台湾的军备 至关重要呢 对 没错 那事实上呢 日本这一次因为 它总共有 这个等于说 一两百架的这个F-15 那么它现在 大概有100架的F-15 因为没有办法再提升了 它的性能没办法再提升 必须报废 可问题来了 报废并不表示 这个F-15的战机 就不堪 不堪于用 不是的 它里面很多的零件还可以用 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它的引擎 F-15最主要 这个英式战斗机 它其实问世已经快要50年 但是问题是 它的那个两个强大的引擎的 那个推力 那个两个强大的引擎的推力 它现在这100架 就算要报废 可是它那个引擎可以用 引擎很好 我告诉你啊 我 人家要报废 讲一个不客气说的话啦 人家要报废的飞机 对不对 是我们台湾 想尽办法 想破头都拿不到的东西啊 所以呢 台湾也想要拿到它 这个相关的F-15的引擎 可是问题是根据 日本现在的法律 我们拿不到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个规定 日本因为呢 那么相关它是自卫队 而不是军队嘛 它有个规定就是 日本不能把整架的军机 去卖给国外任何一个国家 但是军机上面的零件可以 所以零件可以 在卖引擎 对 但是又有一个条件 必须跟日本有某种军事上面的 相关的 等于说合作关系嘛 台湾没有 台湾没有 所以我们没有这一层关系 我们买不到这个F-15的引擎啊 但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它100架F-15 它的引擎即将卖给印尼 因为印尼有这个F-16的战机嘛 那F-16的战机 它的引擎跟F-15是共用的 你想想看哦 那么它如果把F-15 这么强大的推力 喷射引擎啊 装在F-16的话 对它的F-16是不是帮助更大 所以呢 那它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是指明了对准了 对那个在南海上面 欺负世界各国的中国嘛 所以呢对东协来讲 还有对这个的印尼来讲 如果能够把这100架的F-15的 相关的引擎拿到了以后 那对它是如虎天意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啊 F-15它的战力有多伟大多大 号称从问世到现在 空战击落对手 包括它是米格29的克星 击落100多架 它一架都不曾被对方给击落 F-15这么厉害 对它击落对方 那它的那个挂弹量 载弹量有多大 我们台湾也有的 那个122栋 AIM122栋的 这个相关的 这个空对空中层飞弹呢 它就可以一架可以挂8枚的 这样的AIM122栋 那除此之外还可以另外再挂4枚的 AIM-9X就是 短程的这个响尾蛇飞弹嘛 它就12个飞弹等等 它还可以挂这个各式各样的 包括可以穿透这个 碉堡的雷达 穿地的这个炸弹呢 可以挂非常的多 所以F-15它的战力非常的强大 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 在这个1983年5月1号的时候 曾经以色列的空军呢 那么用这个F-15跟另外一架 在空中训练的时候 不小心发生差撞 另外那一架呢 就直接碰了 就把它弹射不掉了嘛 那结果这个F-15呢 叫那个教官透过无线电 叫他要弹射 这个飞行员认为说 翅膀呢 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因为教官看得到 他一般右边的翅膀不见了 叫他弹射 他认为我还能飞啊 我推力还够嘛 他决定飞回去 我告诉各位 他在这个决定的时候 他自己看不到旁边右边的翅膀 他不知道翅膀没了 对 因为他的右边的那个燃油 已经把它全部都遮住 他看不到自己的翅膀不见了 他还飞回来耶 飞回来了以后 成功降落了以后 他们还拍了一张照片 以色列的空军拍了一张照片 先打电话问这个美国的相关的 这个那个F-15的这个制造公司说 请问一下F-15如果有一边的 一边的这个翅膀断了 记忆断了 能不能飞回来平安降落 他们跟他讲说不可能 结果他们马上把这张照片 飞回去了 穿回去说你说了你说了 在实战经验里面 我们以色列的空军啊 那么断了一半的翅膀 还能够平安飞回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包括以色列啦 包括这个美国啦 在好多战争里面呢 在空战里面 F-15几乎都是米格机的克星 好 开明 今天什么鸿海的CEO刘洋伟 在接受BBC专访的时候 他讲哦 在这个国家安全上面 他有很多东西要移出去 当然我们上一段讲了 你现在的很多AI伺服器 这个跟美国国家安全之有关 所以他不能在中国有生产 一定要出去 第二个关键是他的电动车 你说今天进到这个电动车 为什么鸿海要做这个决定 因为电动车的市场太大了 它大到比iPhone 比手机不知道多少倍 当然啊 有人说这个所谓的 电动车是什么移到iPhone 其实那个只是一个粗钱的比喻 你想想看电动车那么的复杂 每一个电动车很多零组件 其实它的一个做一个所谓 你要认证的期间 又那么的长 那么的精密 那么的复杂 尤其是现在要走一个什么 智能的电动车 将来我们需要晶片 会越来越需要精密 需要更高的制程 说中国大陆车那么多 有一家公司拜腾 骚光了百亿 当时他找了什么 找了那个B&Wi8 这个所谓的一个 经营团队的一个leader 那找了什么Volvo的 什么leader 一大堆 也是很华丽阵容啊 可是钱一直烧一直烧 红海还曾经一度跟他合作啊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说你今天 有没有办法像 比如说像这个比亚迪 他就很聪明 他为什么会 这个郭董会那么气别 比亚迪很早就气息电动车 也让这个华轮巴飞在看好之外 他也一步一步会搭配到什么 他不会说眼高手低 他会做价格策略 那在这种情况 美国看到这种情况 我要自己最转 我就要压抑你 所以说第一个 他要掌握资源 那也就是说 今天电池是很重要的一块 因为中国大陆 宁革十万之外 其实中国大陆很多 比如说像这个非洲 很多这种所谓的 但是红海切得进去吗 对 所以红海其实已经不遗余力在做 其实红海 早在两年前在我们高雄 高雄这个就已经有弄一个 所谓的电磁心的所谓的一个园区了 准备在自己要来做 那时候有四大天王啊 就是他自己本身什么中炭啊 像这个像中炭 还有像这个所谓明基材啊 做隔离模的 其实有四大天王站台 就是一起要来扶植 那明基材是在中国大陆 很早就切入电磁隔离模 我要讲的就是说 今天中国大陆 他就是要来 今天美国他就是要来防堵你 很重要一块 他要从那个电池这块来下来 所以将来他也希望说 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一个厂商 能够到美国去 因为目前这种所谓的精炼的技术 原料精炼技术 因为中国从非洲取得原料之后 精炼技术都 比如说像涅菇蒙这些技术 都还是在中国嘛 所以说电动车这块 绝对是美国要来打压 这个要来除了产业 扶持自己本身产业来讲的话 整个的那个所谓的原料的提炼的技术 也是将来在 我们说也可以在配合到军武上面来讲 也是美国很在意的一块 所以他必须要来打压 董事长 你刚刚才被提到的是 今天刘洋伟在接受 BBC的专访的时候 你问了第一个问题 这个专访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来 第二个就是 今天布林肯到了中国去 中国给他的规格待遇 也太差了吧 但是最后晚上 结果 见到习近平 习近平还是接见了 接见之后 他让他在北京也开了记者会 他们各自也表述 但是当然这个没有什么具体结论 反正这次等于一个新的开始 然后准备将来可能还有第二轮的 这个北京的官员会去访问这个华府 总是一个好的开始 那当然他北京故意拿小鞋子给这个 布林肯穿 这是原定的计划 他们大家彼此也有心理有数 所以可是在这个时间点 BBC居然去播出了这个刘阳伟的专访的新闻 我觉得有点巧合 巧合在哪里 因为这个是对美国 美国对中国高度恶意展现的一个新闻 因为等于说 鸿海是一个中国第一大的出口的制造公司 他要把他的制造的这些的能量 跟他的制造的工厂搬到墨西哥 搬到越南离开中国 那目前的中国的经济 在一个绝对的恶劣的情况之下 他非常需要要有鸿海的这种 制造的 制造业 然后帮他创造就业率 对 尤其当下 中国的青年的就业率 已经这个月 就四月份 上个月的就业高达 百分之二十点四 天高 非常大的一个高的一个失业率数字 然后你现在在搞这个玩意 所以我觉得 这个外国人搞事情 他都有他的想法 但我不觉得鸿海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他今天要把这个事情 在这个中美互访的良好气氛之下 他丢出来一个 一个让你非常痛苦的一个 增加你的这个 这个经济困难的一个措施 对 然后公出一次 BBC新闻一定是全世界 当然 所以就变成今天重要的财经新闻 展现出来一个 对北京当局的恶意 然后来同时陪衬布林肯 去到了北京去穿小鞋的痛苦 这两个是一套的 这两个刚刚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